兄弟们 这样的现代化蔬菜种植技术 你见过吗? 是不是让你大开眼界呢? 这里是美国加州地区的一处蔬菜农场 尽管农场有上千亩 但工人仅有四五个 他们种菜采用的是现代化蔬菜种植技术 而且还不止一种 首先是这种全自动化的直升带蔬菜种植技术 将一盘盘的直升带秧苗 放入到移栽机的固定位置 扯出第一株秧苗家柱 随着移栽机的前进 直升带上的秧苗 被一株一株的栽种在地里 保持一样的间距和航距 看看这移栽的速度 一个小时高达20亩地 再来看看这种半自动化的蔬菜种植技术 拖拉机牵引着移栽装置 这个移栽装置特别的有意思 上面有六个旋转的入苗盘 六个工人坐在工位上 将一株株的秧苗 放入到旋转的入苗盘的小孔中 入苗盘不停地旋转 秧苗就不停地被移栽到地里 同时会将低管埋入到两行秧苗的中间 这种人工和机器协同作业的效率也不错 大农场用大型蔬菜移栽机 小农场则用这种微型移栽机 它也是自走式设计 也是将秧苗放入到苗盘进行移栽 有的人可以坐在上面 有的则需要跟着走 不管哪一种 效率比传统移栽方式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分享这个案例 就是想告诉大家 第一 农业发达国家的蔬菜种植技术 已经全面实现了机械化标准化和系统化 而且正朝着智能化无人化迈进 第二 对于国外的先进农业技术 应该正视我们与先进存在的差距 更要应该学习和借鉴它们的技术 取长补短 研发出适合我国耕地类型的高质量农机 提高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好了 我是谭谭 关注我 带你看遍全球农业的新技术新模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